欢迎来啦,我是专马 丹布朗的罗伯特蓝灯系列 终于来到了第三部《失落的秘符》啦 这次我们的解说基础是2021年Peacock出品的同名美剧 虽然蓝灯的脸变了 但我会尽量补全原著中的精彩细节 让这个系列保持连贯性 这一部我会分成上下两期来解说 Part 1基于美剧的1到6集 Part 2则是7到10集 因为有海量的原著精彩情节补充 这次绝对是全网唯一哦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这次美剧版和小说差别非常大 关于符号学和解密的部分 美剧还是都有展示到 但许多恐怖惊悚的情节被修改掉了 怎么也得有50%的细节不同吧 具家小说1.5个故事合并解说还蛮有挑战的 个人猜想本作没有能接达芬奇密码 《天使与魔鬼》改编成电影 不是因为它不够精彩 完全是因为尺度太大了 一方面这一步 猪舞台来到了美国的政治中心 华盛顿特区 供给会是其中主要讨论的团体 那么阴谋论视角来看 都能写出论文了 另一方面 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 明明没有画面吧 却多次在感官上感受到了毛骨悚然 如果真按照原著画面拍 整一个绝对就是美国恐怖故事 这种看书比看片还恐怖的体验 我也是头一回 为了让你们也感受看看 小说中不可名状的恐怖 有几处通过书面带给我感官刺激的剧情 虽然剧完全改掉了 但请放心 我一定想方设法找地方补充出来 让你们一起量快量快 现在这个开放的世界 很多人都相信幸运符号啊 幸运数字什么的 这虽然听着很玄学 但符号学确实存在 我们的兰登就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符文学课程 这天他在上课时 接到了一个自称索罗门彼得助理的人 打来的电话 希望他在五点前赶到华盛顿国会大厦 帮忙做演讲就个场 索罗门彼得是美国老前索罗门家族的掌门人 现年58岁 他还有两个重要标签 史密森学会的会长 以及供给会33级会员 因为后面还会出现索罗门家族的其他成员 为了不搞混 我们之后就叫他彼得 史密森学会是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 其地位大致相当于国家博物馆系统 它是美国唯一一所由美国政府资助 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 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系统和研究联合体 现实中该组织囊括了19座博物馆 9座研究中心和国家动员 以及1.365亿件艺术品和标本 啊 首页居然是熊猫 史密森学会的大多数设施都位于华盛顿特区 总部史密斯古堡就在国家广场 动了吧 跟着兰登来旅游 今年来到了美国华盛顿特区 至于供给会 或许他本质上是个鉴于中世纪的兄弟会 但围绕着他的传说太多 说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神秘团体 也不为过吧 就以本座情节来说 乔治华盛顿 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美国建国时期的重要领袖 都是供给会的核心成员 所以整个华盛顿特区中 隐藏了无数供给会相关的符号和秘密 因为他传统上是欧洲的石匠行业工会 所以成员都是男性为主 纪念符号呢 也是由建筑工具尺子和原规组成的 组织里的升级过程并不容易 据说主要靠捐款和社会贡献 能达到最高等级33级的 各式精英中的精英 便混沌为有序 它是供给会最伟大的基本理念之一 它也会是兰登这次冒险的关键词 对兰登来说 彼得则是他大学时的恩师 也是带兰登入符号学领域的人 彼得还特别赏识和照顾兰登 每年感恩节都邀请他参加家庭聚餐 这对从小失去父亲的兰登来说 说他是代理父亲也不为过 多年不联系的恩师忽然拜托 兰登自然亦不容辞 电影版的兰登 由中年帅大叔汤姆·汉克斯出演 但为了更扬言 本剧兰登一下子年轻了一轮 又80后 阿什利·佐克曼实演 小说《失落的秘符》发表于2009年 是小说达芬奇密码的6年后 系列里的兰登 其实是跟着咱现实同步在变老的 设定上他那一年46岁了 兰登虽然只比彼得小了12岁 不过彼得对他来说 一直是一个父亲的形象 从学问到见识 都帮兰登增长了不少 回到剧情 兰登火速赶到了国会大厦 可这里根本没有任何活动 甚至会议厅的门都是锁着的 疑惑至于 兰登拨给彼得 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助理 可是这回助理的语调变了 他忽然威胁起兰登 表示自己绑架了彼得 要兰登帮自己找什么 藏在城中的古老传送门的位置 并将它开启 传送门 是想找多拉A梦吗 介于对方说什么 彼得在阿拉夫 这是伊斯兰教里代表猎狱的地方 兰登以为 又是遇上了什么狂热的邪教信徒 但对方只丢下一句 其上如是 其下亦然 就挂断了电话 随着一声尖叫 兰登望向了国会大厦 圆形大厅的中央 指尖那里立着一只发紫的手 比出枪手势 拇指食指指天穷 手指上有只诡异的符号刺青 兰登一眼认出了这只手 因为无名指上那枚戒指 是供给会第33级会员的身份象征 这是彼得的手 国会保安立刻封锁现场 事件也惊动了CIA的人前来调查 作为现场唯一一个认得出彼得的人 兰登对案件负责的CIA探员佐藤 输了刚才的遭遇 包括神秘人让他找传送门的事 这话任谁听都莫名其妙 直到兰登准确无误地说出了 彼得被握住的三根手指上的纹身图案 太阳 灯笼 钥匙 务护全对 探员头来你就是凶手吧的目光 天使与魔鬼有瑞使护卫队长 达芬奇密码由法国警长 佐藤探长呢就是这一部的警察担当 后面大家会发现 美剧版的佐藤探长 算是个重感情真性情的女子 其实在小说里 她延续了前两部警察看起来像坏人的设定 是一直铁腕到底的 佐藤办案有多铁腕呢 看一个例子你们就能想象了 佐藤出生在珍珠港事件后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日本侨民战营 父母是日本人 但自己算是这二八斤的美国人 她见识过战争的可怕 也知道军事情报的重要性 CIA中央情报局 这可是只管国家安全情报相关事情的地方 佐藤一个日裔女子 还是因为珍珠港事件留下的日本人后裔 居然能当上情报局头头 可想而知她通过了比普通人还要艰难几百倍的考验 在思想上必须是一个超级强硬派美国爱国者 知道了这层背景 佐藤探长今晚的到来 到底是面临了多大的国家安全危机呢 这一段国安情节也是全文最大的悬疑之一 我们将在最后找到答案 还是先来跟着蓝灯解谜吧 蓝灯解释 神秘人复刻了神秘之首 王冠代表拥有者将成为王 星星代表命运的天宇 太阳代表灵魂之光 灯笼代表人类微薄智力的微光 钥匙代表打开缺失的那部分 也就是古老智慧本体 神秘之首这个整体就是一个符号 在符文学里 收到这个象征物 代表一种正式的邀请 接受人受邀加入一个探寻古老智慧的精英团体 现在的情景就是神秘人正式邀请蓝灯寻找传送门 这个神秘之首一般也就是用画或者木雕来表示 用真人的手做成神秘之首 蓝灯还是第一次见 先不管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传送门啊 反正这个神秘人是真的确信这个门真实存在呢 保安努年斯回想到 今天遇到过一个手骨折的男人 当时他包扎住的那只手分明就是这只断手 都知神秘人来过这个大厅 佐藤立刻让保安调查监控查这个人的身份 同时他让蓝灯联系彼得的女儿索罗门凯瑟琳来做DNA鉴定 以确认这只手是彼得的 凯瑟琳是彼得最宠的小女儿 她崇尚万物皆有灵 目前在史密森学会做一些和灵性有关的实验 名曰意念科学 这东西听起来就很玄学 但有钱的索罗门一家就是有能力用科学的手段搞玄学 通过热感应电磁探测等等的手段 凯瑟琳的实验室有的是高科技来捕捉那些肉眼看不到的意念 比如今天他通过实验发现了一个罕见的现象 高森在念经时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分裂 就哇塞了 关于史密森学会里的几个实验室 带给了我本作前期最大的惊悚感 真的是极度可苏鲁 这个我们会在本期最后补充 得知爸爸遇害后凯瑟琳立刻返回家拿了个东西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呢 等一下他就拿给兰登了 总之凯瑟琳这之后才坐上了去国会大厦的车 原行大厅那边 兰登还在回忆神秘人的话 彼得会给你指路 其上如是其下亦然 说这么没头没尾的话一定有什么目的 断手是绑架了彼得的妖邪 而目的只是要兰登去找传送门 那么他为什么要做的如此有仪式感呢 兰登顺着断掌的指向看向天花板 天底的壁画画着布鲁米迪对华盛顿的拟神画 壁画中乔治华盛顿冲破凡间云层完成神画 联想到原行大厅是致敬罗马万神殿的 仿佛神秘人是在宣告 他要通过获得古老知识也成为神 其上有了 那其下呢 兰登赶紧拿起断掌看看下面 他们在手的底座上发现了一串字符 保安认出这是国会大厦的编号 代表地下二层是三号房 国会大厦地下设置了很多类似的私人储物间 最觉得是 这个房间一查还是属于彼得的 他的影响力是有多大啊 居然在国会大厦有自己的房间 国会大厦的地下又潮湿又黑暗 平时就没人愿意来这里 但彼得却把这里定为了他的私人空间 就连门上的钥匙孔都是那么独特 普通钥匙似乎根本插不进去 这时兰登发现旁边的竹台上 雕刻着金和欢之鸭 这是不朽的象征 顺手一拔 还真找到了钥匙 打开了门 幽暗的空间 人骨和圣经 房间就像个什么祭坛 但熟悉供给会符号的兰登 认出了这是供给会的反思式 专门思考自己死亡的地方 桌上的盘子上刻着一个立尾坦十字架 墙上用盐写了一个奇怪的单词 V-I-T-R-I-O-L 这是一句供给会咒语的缩写 翻译过来是 进化之时 你就会发现一个石头 咒语是用盐写的 炼金术中 溶解是进化的第一步 兰登淘水化掉了盐 墙上出现了几个洞 是块可以动的墙 他们从墙后面拿出来了一个 金字塔形状的砖块 供给会金字塔被描述成一个体量巨大 柱有纯金坚顶的模样 很显然这个小秃塔不是供给会金字塔 但其实秃塔本身也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那就是代表未完成 他提醒着人们发挥潜能 升华到最高境界 是一项旷日持久的重任 传说里 供给会金字塔守护着传送门的位置 眼下这个小秃塔上面又确实刻着一堆密文 佐藤觉得咱找对东西了 蓝灯却看了一眼就立刻否定了 你们猜怎么着 这堆鬼画符在专家眼里看来 仅和99乘法表一样简单 这是供给会密码的符号 解码方式唯一 蓝灯符号学课上的同学们 五分钟就能解出来 所以蓝灯认为 这么简单的密文肯定不会藏着什么大秘密 下面我给你们说下解码方式 大家也可以解解看哦 解码表又如图这样A到Z四个带点和不带点的字母格组成 密文的鬼画符其实就是字母格的边线 比如说这个代表的就是字母A 这个就是Y 同理鬼画符对应的16个字母就可以这样找出来哦 大家解对了吗 紧接着问题就来了 解码方式是没错的 但怎么好像还是一堆乱码 这个金字塔确实是供给会守护古代奥义的金字塔 所以它的解码自然不会这么简单 到此才只是第一层罢了 小兔塔代表未完成 只有找到确实的顶部 才能得到更多解码信息 就在这时 神秘人又打来电话催作业 他确信兰登有实力破解 总之给我找到顶时破译密码 这是CIA定位到了神秘人准备去抓 兰登则因为是重要证人被变相软禁了 似乎CIA在隐瞒着什么 事实上CIA反而被神秘人摆了一刀 索腾等人赶到地址后 只看到了彼得的手机 这一招调虎离山 让兰登那边疏于看守 一个中东长相的杀手潜入兰登所在的房间 上一秒杀死警卫 保安也中了一枪 听声音 这个杀手并不是之前联络兰登的神秘人 他丢给兰登一个手机 说神秘人会和他联系 避着兰登独自走上了寻找顶时之路 兰登离开国会大厦的时候 刚接受完调查的凯瑟琳刚好也在附近 看到匆匆离开的兰登他追了上去 表示想要一同调查 被绑架的可是我爸爸 兰登本来以危险为由想拒绝 但凯瑟琳拿出了一个印着立维坦十字夹印章的信封 这就是他之前不顾一切回家拿的 他说老爸曾告诉过自己 这是他的小秘密 里面的东西比性命还重要 或许这个信封对找传送门有帮助呢 于是两人组队开始破解传送门之谜 好家伙 我算是看清楚这个罗伯特兰登系列了 一部一个新女人哪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绑架了彼得的男人 进国会大厦的时候 他不是伪装成了手骨折的精神小伙吗 为什么后来警方找不到他呢 因为心调伪装 他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啊 这个男人自称马拉克 做事是个狠人 他浑身上下纹满了纹身 黑色面积肉眼可见超过了皮肤面积 他把这种疼痛看作一种修行 再联系他想找通往古老知识的传送门 说他不是信宗教的我都不信 沐浴更衣完毕的马拉克来到一个空旷的屋子 彼得就在这里 他兴奋的告诉彼得 男人已经开始帮自己寻找传送门了 还跑出一个重磅炸弹 彼得的儿子使他杀死的 到这里 所罗门家族第三人彼得儿子登场 彼得的儿子名叫扎克 三年前 扎克在土耳七搞毒品交易锒铛入狱 作为一个超级富二代 他觉得爸爸一定会救他 谁知彼得要扎克为自己的叛逆负责 偏偏让他去自生自灭 凯瑟琳曾去监狱看望过哥哥 他当时被人打了 情绪也非常差 老爸明明一个电话就能救自己出去的 且不评价道德层面啊 总之扎克对家人失望透顶 就此何必地断绝了父子关系 本来是要让扎克长点教训的 只是索罗门一家没有想到的是 下次听到扎克的消息 就是他遭遇监狱暴动的死讯了 事情变成这样 就成了这家人的心结了 顺便说一下 CIA那边之所以如此执着追着兰登 确实是有引擎的 扎克一开始是个在欧洲到处玩的顽固子弟 其实后来被佐藤招募去土耳七 做了毒品线的卧底 连家里人都不知道的哦 所以说从扎克后来入狱 到狱中被人打死 佐藤是非常自责的 当时他在调查扎克死讯的时候 发现暴乱现场留下了一个三曲纸图案 这也是供给会的标志之一 这次事件他追得这么积极 也是直觉两件事有关系 与此同时 兰登和凯瑟琳开始寻找传送文 他们首先看了彼得口中那封 比生命还重要的信 里面就是一张写着希伯来语的书页 感谢谷歌拍照翻译功能 书页内容是《猎王记》上第三章 所罗门的判决 来不及思考异议 凯瑟琳收到了两条短信 一是说他们被CIA跟踪了 把手机丢了快跑 二是穿过人群寻找狼 得亏兰登是个名语人高手 在拥挤的地铁里 兰登注意到了一个狼头标志 他果断拉动标志 还真找到了个暗道 一个眼镜大叔在这里等两人已久 他就是给凯瑟琳发信息的人 眼镜叔和彼得都是供给会的成员 也是多年的朋友 他以前在国务院工作 现在是国会大厦的建筑师 所以才会知道兰登卡瑟琳的遭遇 以及对这一片了如指掌 眼镜叔带两人来到了 国会图书馆地下的旧留通室 这里非常安全 可以放心解谜了 为表感谢和信任 兰登把金字塔和信件都告诉了眼镜叔 信件内容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神话故事 可彼得把它看得这么重要 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 追问下眼镜叔告诉两人 供给会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小组织 他和彼得就属于其中一个很小很隐秘的地围坛组 负责保护一些神秘古老智慧不被使人发现 这个金字塔就是他们守护的东西 金字塔身和顶时被分开藏在两处 没人同时知道两处的地点 合体的金字塔其实是一个地图 解开金字塔上面的密文就能找到古代奥义 也就是神秘人口中的传送门 至于门里面古老的智慧到底是什么 据说没有一个活人知道 但反正他们相信的就是那个真相会颠覆世人的认知 所以不能轻易公开 美剧借着眼镜叔之口补充了金字塔守护传送门的故事 小说中这个通过传送门可以得到的古老智慧属于公开的传说 就像摩西分开红海 唐僧西天取经这些故事一样 大多数人也只是把这个终极的智慧当做一个隐喻而已 如今几个供给会顶级大佬相继表示 古代智慧真实存在 相信科学的兰登只能表示 我尊重你们的信仰 但坚决不信 可兰登不信归不信 这些个说要守护古代智慧的供给会大佬们 为了不让人轻易能解开密码 把迷面做得12万份复杂 面对着解不开就要撕票恩师的神秘人 兰登还不得不硬着头皮 继续着这场他不相信的冒险 架不住凯瑟琳的软磨硬泡 眼镜叔接着交代 彼得的信件只相当于迷面 解密的关键钥匙在彼得身上 凯瑟琳很快反应过来 是供给会戒指 老爸一直戴着戒指 从没摘过 鉴于那只断手在国会大厦的警方手里 兰登决定求助之前小小共患难过的保安努涅斯 努涅斯昨晚中了蛋 索性不是致命伤 还没在病房里躺舒服 就被乔装打外的兰登凯瑟琳绑走了 努涅斯是个退役军人 见过战场生死战斗的他 不希望身边的同伴再受伤 昨晚另一个同事 没他这么好运能活下来 所以此刻他也非常迫切地希望破案 果断帮两人取到了戒指 拿到戒指 两人继续去找眼镜叔帮忙 眼镜叔拿出一本西伯来圣经 对比彼得信封里的那一页 眼尖的兰登发现 有一段内容和信中内容有差 这段可能就是他们要解谜的内容了 眼镜哥检查了彼得的供给汇戒指 发现上面有一个字母刻的不对 刻成了派 兰登随口背出了派 试着按这个顺序重组段落 可惜解除了还是一对乱嘛 就在这时 眼镜叔接到了佐藤的电话 看来CIA已经查到他头上了 兰登想到神秘人要他自己找传送门 果断跑路 刚一出去 还真就接到了马拉克的电话 话说 被绑架的彼得一直没有放弃深的希望 白天时他尝试逃跑 甚至在马拉克的住处 发现了属于扎克的一块纹身皮肤 这一切都是马拉克故意安排的 他给彼得注射了很多麻醉剂 彼得逃出屋子没走两步 就晕倒在路上 又被抓了回去 这一次他被关进了一个水箱里 二人躲过CIA 暂时住进了努涅斯家里 本以为可以继续安心破译密码了 马拉克来电催根了 他似乎正在对彼得做什么奇怪的实验 马拉克让兰登甩掉凯瑟琳独自行动 兰登很怕马拉克又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以凯瑟琳不懂密码学为由 希望他退出行动 但凯瑟琳却坚持要一起行动救爸爸 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凯瑟琳确实比兰登有用 比如现在两人卡刻在了这个西伯来语密码上 兰登分明觉得哪里有不对劲 但就是说不上来 凯瑟琳让同事送来了一个智慧头盔 凯瑟琳的研究领域是一年科学嘛 他相信所有的答案都存在于人的意识里 兰登现在想不出来只是没唤醒那一部分的意识 这个智慧头盔可以增强人脑神经活动 并且进行频率公正 通过科学手段搜出脑子里的答案 总之根据凯瑟琳的指使 兰登进入了冥想状态 他任由大脑畅想 奔出了几个关键词 所罗门 呼声符 戒指 国王 智慧 心脏 剥削的兰登果然反应过来了哪里不对劲 在原版的炼王记上 神赐予所罗门智慧和善解人意的心 但在彼得的修改版中 却变成了只有智慧 这是所谓的关键字密码 把字母表中智慧 几个字放在开头 剩下照钞 就形成了新的对照表 同理在做相应的西伯来语翻译 这回按照对照表翻过来的 还真不是乱码了 埋葬以萨达夫 一搜正有以萨达夫这么个人 他目前葬于奥肯山公墓 兰登猜想 顶时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两人赶紧出发寻找 抵达墓园的过程非常顺利 他们找到以萨达夫的骨灰盒 可里面并没有所谓的顶时 两人没有意识到 事情之所以这么顺利 根本就是一直有人在监控着这个地方 管理员神父发现两人是找以萨达夫以后通知了什么人 很快一个带着防毒面罩的人过来追击两人了 这些人似乎有意阻止他们发现什么东西 诶 那就说明找对地方了呀 兰登看到存放骨灰的这个房间里有许多浮雕 其中一幅是约拿和金鱼搏斗的内容 西伯来语中 约拿的意思就是达夫 而金鱼的另一个说法正是利维坦 他急着甚至揭开这块浮雕 后面藏着一盒胶片 还有一个密道呢 胶片盒子上刻着利维坦十字架 那不拖拖再说和彼得的利维坦组织有关系吗 拿了再说 两人穿过密道逃过了面罩人的追击 这个面罩人其实就是利维坦组织雇佣的 他们不是发誓要守护古老智慧吗 所以蓝灯这属于入侵者 当然会被组织追击 与此同时 CIA也在自自不倦的搜寻着蓝灯 眼镜书被关小黑屋问话了 眼镜书选择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管怎么问都说不知道 他知道CIA只是为了国家利益 不是真的想找人 都说无意 还是左腾老道 为了获得眼镜书信任 他上来就说了扎克是自己信任这件事 当年扎克入狱自己也有责任 当时他也没有帮忙 间接导致了扎克的死亡 所以这次他想尽力挽救彼得 都是为了救人 目的一致了 眼镜书终于松口 他虽然不知道彼得到底被谁抓了 但把利未潭组织的秘密告诉了左腾 利未潭组织相信古老智慧的存在 组织是基于两个问题成立的 第一 人类能否面对古老智慧带来的进化 第二 如果这种力量落入坏人之手怎么办 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 他们要守护着古老的智慧 那么这神秘的古老智慧到底是啥呢 据说在上世纪初 一个成员没能抵抗诱惑 独自去寻找了古老的智慧 并且成功找到了 从此以后 他就学会了用意念控制物体 原来是意念操控超能力啊 同一时刻 蓝灯和凯瑟琳正在观看胶片内容 内容显然是很久之前拍摄的 只见一群鸟在天空飞来飞去 随着一个人挥挥手 这群鸟仿佛被操控 气刷刷的自杀了 如果录下内容是真的 那个人是会一年操控的超能力吗 俩人看了目瞪口袋 这就是力位坛组织守护的秘密啊 静待之余 胶片因为温度过高自然了 这下唯一的证据也没了 这时蓝灯又收到了马拉克的短信 如果你的不服从将我激怒 你会迫使我用恐怖的惩罚 摧毁你们每一个人 诚实的另一头 下午那个来送头盔的凯瑟琳同事 被马拉克杀死了 他的身体下面也有一个三曲之标志 这和扎克的死亡现场留下的符号一模一样 很显然 疯狂的马拉克在通过这种方式催根呢 其实原著中小助手的死亡更加惊悚生猛 马拉克以伪装的身份 受邀请往凯瑟琳的实验室 史密森学会里 有一个收藏各种生物尸体的水仓 其中最刺激的一个标本 是一只巨大的史前大鱿鱼 感觉应该就是长克苏鲁那个样子吧 小助手被这个马拉克 直接泡进了存放大鱿鱼的遗传水箱 少妇和触手怪 画面有了吗 紧密的事情好不容易有点眉目 同事的死亡却破了几人一头冰水 这可不是在玩游戏 凯瑟琳对此非常内疚 如果一开始不坚持和蓝灯一起行动 或许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 接下来他决定和蓝灯分开行动 蓝灯去找顶时 自己回家去老爸书房再找找有关线索 绝不能让同事白白牺牲 临走前 凯瑟琳鼓励蓝灯 一定要保持开阔的眼界 善于发现世界里不可能的事 不要让不可能限制自己的感知力 他希望那个神秘的影片最后仅仅是个神话故事 带着凯瑟琳的希望 蓝灯开始研究那个胶片 虽然胶片大部分自然了 不过蓝灯成功救回了一小节 经过一番研究 蓝灯果然发现了问题 电影公司会使用形状序列 刻在胶片的边缘 作为记录生产日期等等信息的代码 但这个三组形状代码 是80年代后才开始用的 胶片边缘的原型符号 很显然是后来有人弄上去的 蓝灯赶紧扫描放大这个图案 上面果然有一段文字 只有46美元的建筑师 用市中的砖块搭建了一座桥 在一坛等待一块凿过的石头 最终回到母亲的子宫里 最后流星欧穷鸟的召唤 因为追寻者终将坠落 这个谜语显然是在说 要去一坛找这个顶石 可是一坛是传说里 犹大王国里的一座城市 如今大约就在以色列 这要去那么远 反正啥都得试试的嘛 冬生前 蓝灯先去找了眼镜书 CIA在确信眼镜书和绑架案 没有关系后 已经放了它 眼镜书一听谜语 眼镜就亮了 里面的建筑师 指的应该是设计了 华盛顿DC的人 皮埃尔查尔斯昂芳 也是一位著名的供给会成员 至于46美元指的是啥 眼镜书带蓝灯来看了昂芳的遗物 三块停下的表 三块指南针 两本书和一张地图 在当时正值46美元 根据建筑师遗留下来的信息 蓝灯很快推测出 表和指南针代表了顶石所在的坐标 三块表指针的夹角 代表的是纬度的杜丰秒 而指南针则代表金度 根据这个信息 它在昂芳留下的地图上 确定了一个地点 位于安奎亚的一个采石场 据说 华盛顿DC的很多建筑 都是由那里的石头建成的 对上了谜语里 回到母亲子宫 这里可能就是顶石所在地了 难得火速赶到的采石场 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悬崖 而在悬崖上有一个洞孔 那应该就是金斯塔顶石的存放地 看到陡峭的悬崖 蓝灯也是心里一惊 但位置符合谜语最后说的 小心坠崖 他脱掉衣服就是一顿爬 结果没让他失望 在山洞里找到了一个盒子 里面就是顶石 只不过顶石上面的话 依旧是句谜语 奥秘隐藏于团会之中 从墓园拿到拍摄了超能力的胶片 到去采石场找到顶石 这里蓝灯又经历了两次解码的过程 这两部是美剧里原创的 整个过程增加了不少刺激性 超能力胶片的出现 间接也说明了 如果坏人获得这个古代智慧将有多危险 那么这样的意念控制超能力 到底会不会重现天日呢 作为CIA另一个重点监视对象 凯瑟琳一落单 佐藤就找了过来 佐藤争取信任的战术 依旧是情报交换 他拿出手下在图尔奇查到的 杀害扎克之人的照片 看着似乎是一个浑身纹身的男人 再加上扎克死亡现场 和同事死亡现场相同的三驱止图案 这次绑架了彼得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凯瑟琳想到 CIA之前有过一个超自然研究项目 通过物件可以感应物件主人的状况 他希望佐藤可以帮忙 让他和这个感应大师见一面 帮忙找找看爸爸 佐藤立刻就帮忙联系了 双方约定在凯瑟琳的实验室里感应找人 这确实也让凯瑟琳对他的信任又多了几分 作为感谢 他把扎克曾在狱中给自己写的信 给了佐藤做调查 很快 几人一起来到了实验室 只见大师翻起眼白开始画画 最厉害念叨着看到的场景 他说闻到某种金属味 还感觉到了水的元素 而且周围的环境很冷 忽然大师的动作放慢了下来 他睁开眼 说感应消失了 其实同一时间 马拉克正在对彼得做着某种实验 而彼得真的心脏骤停了 根据大师的反应 凯瑟琳隐隐猜测 爸爸是不是去世了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研究大师留下的几张鬼话符了 其实彼得有一刻确实心脏骤停了 但下一秒 他有奇迹般活了过来 他其实被泡在了一个感官剥夺装置里面 这种感知剥夺水箱最早出现于50年代 是一种通过移掉所有感官刺激 光 声 触摸 甚至引力 禁止大脑活动 从而创造极致的冥想体验 剧中展现的画面远没有文字刺激 原著中提到 这个水箱中的水其实是氧化浮炭溶液 俗称透气的液体 就是说人泡在里面其实还能继续呼吸的 这种全液气技术在1989年卡梅隆的深渊里也被提及 影片里小白鼠泡的那个液体 就是这种呼吸液 为了抵抗海水巨大的压强 让人潜水浅得更深 肺部吸水呼吸是一个解决方式 影片高潮处 男主就是在这个呼吸液的帮助下 潜入了海底两万里 虽然为了安全起见 最后演员还是憋气演了这个段落 但原理上面还真是可行的 卡梅隆真是技术狂魔啊 但是又因为液体确实的把人吞没了 所以咱们的脑子会觉得无法呼吸 以为自己要淹死了 从而形成冰死体验 人在不了解原理的情况下 死了又活活了又死那么几次 就会开始神志不清 搞不清自己是死是活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神讯 基本上什么都招了 马拉克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从是死要守护金字塔秘密的彼得那里 套到了那么多的情报 另一边 蓝灯正在思考着顶时字迷的含义 但毫无头绪 好在努年斯眼间发现顶时盒子上还写着字 AD1514 公元1514年 蓝灯毛色顿开 这个花里胡哨的AD可不是年份 而是人民 他是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的名字缩写 蓝灯认为从符号学角度说 丢勒近乎完美 丢勒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终极体现者 他既是画家思想家 脸金师 还终其一生转眼古代奥义 至今没有人能完全理解隐匿在丢勒艺术品中的信息 他传播力最强的作品要数那双祈祷的手 其他较为有名的作品还有丢勒的犀牛 自画像 骑士死亡和魔鬼 亚当和夏娃等 而AD1514 应该是暗示丢勒1514年画的某幅画吧 而能轻松在网上找到了这幅目标画作 忧郁正一 这幅画的主题是一个沉思的人物 背后张开巨大的双翼 坐在一栋石头建筑物前 身边围绕着各种古怪怪异异的东西 两尺 衰竭的兽狗 木匠工具 沙漏 各种几何体 吊着的摇铃 天使像 一把刀 一把梯子 来看看我听写的像不像 居然不是抽象派啊 这从符号学角度看 这幅画象征了人类试图将智慧转变为神一般的能力 但诸多努力 均搞失败 用炼金术角度诠释的话 代表了人类无法把牵连成金 为什么要提炼金术呢 炼金术的目标是 变混沌为有序 丢勒的这幅画 某种意义上是语言炼金术 好的 其实这幅画最重要的线索 是墙上那个石榴宫格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幻方 幻方是个术语 最初由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和古印度数学家发明 就是类似数读的游戏 由连续数字组成的数格 纵向 横向 对角线的数字相加 都能得到相同的数字 像丢勒画里的这个石榴宫格 要求填入一到石榴 就叫四节幻方 越高阶的幻方当然越难理解 所以很多古人认为 幻方里存在神秘力量 这个四节幻方 不仅横竖对角线之和是34 丢勒还做到了 让四个象限 四个中心方块 四个角上方块之和 也是34 它还在最后一行 潜入了1514 暗示作品完成的年份 哇 几半年前的画家都这么卷的嘛 总之 根据这个幻方 重新排列字母顺序 蓝灯这次破解出来了 金字塔身体上的那堆乱码 看到幻方上面 1到16的位置了吧 之前咱们不是解出来一张 没有意义的乱码表吗 按1到16顺序 提取字母 就能扁混沌 为永续了 翻译过来就是 唯一的真神 诶 虽然这次是句人话了 但说好的金字塔上 会有地址呢 就在这时 马拉克发来新的催根视频 视频中的彼得脸色苍白 看着很是虚弱 说再不破解密码 自己人头就不保了 蓝灯思考良久 还是决定让凯瑟琳知道 凯瑟琳得知爸爸的下落后 首先松了一口气 至少他还活着 蓝灯和凯瑟琳 分享了最新破译进展 两人准备去国家美术馆 看看这个原作 寻找更多线索 佐藤也加入了 自从上一集的超能力找人 凯瑟琳已经完全信任了佐藤 事与愿违 丢了的这幅画 今天刚好没再展出 眼看着调查又遇到瓶颈 佐藤集中生智 这个马拉克又不知道咱没解出来 要不就假装解出来了 先把人约出来啊 他会带少量精英同事暗中包抄 蓝灯就负责拖延时间就行 说干就干 蓝灯给马拉克发了信息 得知找到传送门 但果然比谁都积极 立刻打电话约定地点见面 当然马拉克也不是毫无防范的 他猜到了会有人跟踪蓝灯 临时便挂了约定的地点 还逼着蓝灯丢掉了CIA的监听耳机 两人在一个停车场见面了 蓝灯只能相信佐藤有办法及时赶到 尽量瞎扯拖延时间 佐藤没有让蓝灯失望 就在马拉克认真听讲的时候 他举枪出现了 可是局面只被控制住了一分钟 不知道为什么 一群全副武装的CIA探员忽然出现 开枪打乱了佐藤原本的计划 现场瞬间一片凌乱 马拉克更是顺势挟持走了蓝灯 浩浩的一个计划居然被自己人搅黄了 CIA内部对于这个事件态度差别很大 佐藤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私下行动 现在他不得不怀疑 手下是不是跟上司告密了 其实佐藤的手下并没有告密 国安局还是神通广大的 他们的监控编布全国 佐藤为了找蓝灯 登陆了CIA的监控系统 才因此被上司知道的 起初上司派佐藤来办案 也是想找到传送门 面对佐藤这样不暗指令办事的探员 上司当场撤掉了他的权限 佐藤因为多年前对扎克握底死于狱中的愧疚 确实陷入了只想抓住凶手的情绪 如今虽然没有了CIA权限 但他想抓这个马拉克的心没变 因为通过对比 佐藤相信马拉克就是曾在土耳其狱中杀死扎克的人 他找到凯瑟琳答应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救出彼得和兰登 话说之前兰登和凯瑟琳在墓园不是被利维坛的人阻挠过吗 利维坛组织的宗旨就是守护古老智慧 也就是金字塔的秘密不被公开 佐藤也利用了这一点 靠着之前CIA的情报网 他知道利维坛里的大人物都是社会体位很高的人 外交官啦 国防部长官啦 诺贝尔奖得主等等 他联络到了其中之一的利维坛负责人 两人谈拢了条件 他动用资源帮忙找人 佐藤则会把金字塔归还给他们 马拉克其实在混乱中也重担了 但是是的 你没看错 此刻他居然用气功把体内的子弹逼了出来 是时候和你们说说马拉克的过去了 这里我们就说小说版里面马拉克的过去 因为实在是太TM此机了 在马拉克自己的回忆里 他曾是个瘾君子 和扎克同一时期被关在土耳其的监狱 那时马拉克偷听到彼得不愿意用贿赂预警的方式救出扎克 心神一计 买通预警做掉扎克 撕吞了他的财产 用这笔钱 这个男人开始改头换面 在享受过极尽奢华的生活后 他又开始觉得空虚无聊 无意中迷上了古代符号 他相信世间存在超能力 一心想要羽化登仙 首先是更为极致的改造自己的身体 除了练了一身腱子肉达成人间大胃成就 进行修养练瑜伽 他他他还嘎了自己的蛋蛋 他把这称为高贵的血迹 坚信这是获得不朽的必经之路 天神乌拉诺斯 美少年阿提斯 亚瑟王传说中的阉人魔法师 还有古埃及名神奥西里斯 农神塔木茨 施魄神佛陀等等等等 毕竟神话里的伟大之人以及许多神明 可都是进化过肉体的 他从此给自己取名马拉克 希伯来语以为天使 马拉克的皮囊改造计划下一步 就是纹身 通读各种符号咒语书籍以后 他在自己的胸前纹上了双头凤凰 脸上则纹满古代符咒 他现在全身唯独头顶心 也就是天灵盖没有图案 因为这里是最神圣通天的 剧中马拉克的头顶呢 是变成了一片黑 是准备要闻上传送门那边的 古代智慧秘语的 也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 失落的秘符 此时 蓝灯被马拉克关了小黑屋 给我全心全意破解密码吧 解不出就别想出去 这招果然很有效 蓝灯发现逃跑无果 只能破一起密码 没有旁人打扰 很快还就有了思路 他摸到盒子上有一个极小的绕圈符 这个符号肉眼看完全会被忽略 绕圈符就是一个圆圈 中间加一个点是太阳的象征 在古埃及也代表皇冠 意味着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 它也是古代奥义中最重要的符号 蓝灯拿起盒子对准太阳光 果然发现了藏在底部的文字 翻译过来是 一切都会在第三十三集揭晓 巧了 彼得不就是供给会三十三集的人吗 这下他有理由见到彼得了 作为一个脱根区up主 感觉我也好需要一个小黑屋啊 蓝灯如愿见到了彼得 现在他们要一起解开谜题 因为知道马拉克在通过监视器监控他们 蓝灯悄悄在纸上跟彼得传达了自己的逃跑计划 但眼下他们还是要尝试解开谜题 彼得拿起戒指仔细端详起来 他告诉蓝灯 戒指有一个特殊构造 表面可以打开 本来打开后的太阳硬张 彼得一直以为就是做蜡分时候盖章用的 没想到他竟然和盒子里那个绕圈幅凸起完全吻合 可是光吻合了好像还是啥事没发生 一切在三十三级揭晓 这个三十三degree会不会指的是度数呢 彼得转动戒指到三十三度 只听咔嗒一声 盒子展开了 这个正方体变成了平面的十字架 再加上中间这个绕圈幅 它就是一个玫瑰十字架 一个供给汇的金字塔 怎么会出现十字架 其实这种中心有个绕圈幅的十字 并不是代表基督教十字架 叫它十字形更为准确 事实上早在基督教使用十字符号之前 埃及人也用这个十字形 只带人界和天界的二维相交 而因为绕圈幅其中一个隐秘的含义是玫瑰 所以这个十字里面有一个绕圈幅的符号 又叫玫瑰十字 而说到玫瑰十字的话 蓝灯自然联想到了欧洲的著名团体 玫瑰十字会 咱们在达芬奇密码里也有提到过 牛顿啊 培根啊 迪卡尔等人都是这个团体的人 金字塔身体上之前解密出来的那个 唯一真神乱码 忽然又有了新的含义 玫瑰十字会里有个挺嚣张的名人 就喜欢在他的机密论文上签署 画名唯一真神 而这个唯一真神 用拉丁语重新排列拼写以后 就会变成 艾萨克牛顿 金字塔上面的密码 又一次变形了 但这次经历了五重解密后的答案 似乎也不是地址呢 别急 这失落的密封 还得在编辑重生才能展现呢 与此同时 玛拉克重金买到了化神仪式最后的宝器 一把被上天触碰过的匕首 现在就差传送门的地点了 这时 蓝灯和彼得的争吵声惊动了他 手下上当打开了小黑屋的门 两人成功逃跑 玛拉克不慌不忙地走到后院拦截 并对他们说 天父只能让你走到这一步了 听到这句话 彼得瞬间瞳孔放大 这是这 是很多年前自己对儿子扎克说过的话 他看着眼前这个纹满浮昼纹身 声音粗雅低沉的壮汉 没有一点和儿子扎克相像的 但是 他为什么会说出只有扎克才知道的话 几皮疙瘩 骑满彼得的全身 就在这时 佐藤几人赶到了 他们通过利维坛组织的帮助 成功找到了这个地点 彼得和兰登得救了 玛拉克手下被击毙 但玛拉克却带着金字塔逃跑了 佐藤本还想开枪 却被彼得阻拦 他说那个人就是儿子扎克 这个消息 对认识扎克的每个人都是震惊的 凯瑟琳就一直试图寻找否定的证据 可无论是房子里放在缸底的玩具 还是本子上的自己 都是他哥哥的风格 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怪物 这让凯瑟琳很难接受 佐藤一路追玛拉克来到悬崖边 他叫了扎克的名字 以为他会束手就擒 谁知他却两手一摊 跳下了悬崖 玛拉克 西伯来语中的天使 这雅后的他竟然没有死 玛拉克就是彼得的儿子 其实这个真相在小说中本来是在最后在揭晓的 天使与魔鬼中的教宗和助手 达芬奇密码里的天主师工会主教和塞拉斯 一如既往的延续了丹布朗的悲剧父子情节 其实在小说直到玛拉克亲口揭示这个秘密之前 彼得始终都没有认出儿子来 儿子对父亲曾经的崇拜仰望是悲剧的源头 没有被父亲认出来 这是多大的悲伤啊 每句这里让彼得认出了儿子 真是温柔 虽然现在揭示了玛拉克真实身份 恐怖氛围可能会稍稍打折 但最后我还是要和你们补充一些影集删减掉的 美国恐怖故事 小说中凯瑟琳前妻在不知道父亲遇害之前 误信了玛拉克差点遇害 玛拉克使凯瑟琳是个威胁 现在看来还有嫉妒爸爸对他更好的成分 加上他研究的意念科学成果斐然 玛拉克就想去毁了他那些研究数据 当然这时候凯瑟琳已经知道危险来临了 凯瑟琳所在的第五研究室 因为研究意念嘛 所以对环境的把控机器重要 他的办公室大门到第五研究室的正门之间 大概有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点的纯漆黑空间 除了有一条地毯路连接办公室的出口 走出这个地毯就完完全全的是感官剥夺地带 黑暗本就让人恐惧 此刻还有一个感官比常人敏锐的野兽 虽是可能从任何方向冲出来攻击自己 这是一场完全的听觉和嗅觉的较量 心跳稍微跳快一点点都有可能成为被锁定的依据 连呼吸都最好不要进行 这一段完全黑暗中的较量 丹布朗用文字细致如微地传达了那种紧张感 直接带我们用想象力看了一场恐怖片 影集确实很难拍出来 非常推荐小伙伴们去欣赏一下原文 凯瑟琳最后当然还是凭借着 对地形构造更熟悉的优势逃出了魔招 而马拉克野兽的形象也就此完全被树立 他还是他的亲人啊 那么马拉克具体是如何走到如今面貌的 我们会在下一期开始来讲述哦 另外经历了五重变形 金字塔现在指向了牛顿 这个被苹果砸了脑袋的牛顿 这次又要如何指出传送门的位置呢 让我们下一期一起见证变混沌为有序吧 按个赞再走呀